一人之下的番外秀帖已经更新 本画的标题是混战 于姑一直盯着阴太 这红色怪气 几乎填满整个洞穴了 但是目前看 对人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他感知的手段吗 魔人 你也在怕呀 看他一动不动的样子 青山杨平拦住了于姑 但是砍不动对方 剑哥 替我们接下来 一个人 唐剑叫于姑别太久 唐剑开始调动身上的气 于姑叫上唐世英和吕慈 一起对付英太 唐剑不止会耍双边 居然全身放逐叶青 三人立马朝着英太的方向奔去 忍重都被甩在了后面 待吕慈他们过去后 唐剑拦住了河马 青山杨平和木野一刀斋 英太把气浪收小了 看到自己面前的正是英太 吕慈就发疯了 大步一脚踩在地面 将如意境灌入地底 哥哥 兄弟给你报仇来了 吕慈的如意境 从四面八方袭向英太 英太窥然不动 准备用石川流 一道道如意境 从地面蹦射而出 英太的腰刀上覆盖着蓝色的气 逆打如意境 佛乱打简直是黑气一户 打白灾气势感 吕慈的如意境被英太轻松化解 于姑绕到一边 将毒气覆盖在首次上 英太洗出望外 仅凭刀锋将余辜逼退 听说首次无法承受 那把刀的正面斩击 头疼 不过猜对了 那红色的气浪是他用来感知的 他在高度戒备着 但是和人动手的话 他没法让那个气浪笼罩整个洞穴 魔人放出的红气 只能笼罩他周身了 这里的听说 应该就是从许心那里听来的 高音才欲物的首次都被魔刀斩断了 天草云斋的导员之愿对上了唐俭的竹叶青 木野一刀斋明显很吃力 青山杨平的表现果然没让人失望 估计是过来搞笑的 河马一拳轰碎了竹叶青 会被这种东西阻挡 不成体统 河马朝着唐俭冲来 唐俭暗自思考 既飞金钟也飞横链 不是钢铁 而是真的把自己变成钢铁 链金 若非如此 我的青白银怎能不管用 小卢 真能给我出难题 唐俭开启土木留住 应接河马的一拳 被废掉了一只手 看来拿土木留住当正面强化 不是个别人的风格 唐俭受伤的同时 也给开启环身杖的杨烈制造了刺杀的机会 河马慌乱中挥避防御 虽然失去一臂 唐俭却暗戴笑语 卢逼着魔人受了气浪 我又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 还不动手 渴望我小辈里高看你一眼了 杨烈被击退 解开了换身杖 擦了一下嘴角的血 河马的身体忽然站不住脚 一把手刺罐而入 直接给河马的脑袋 来了个横向对穿 杨少爷还是猛啊 河马阴声倒地 大个子 总不能脑子都练成钢铁吧 鱼姑撒毒对付鹰太 鹰太一闪而过 来到鱼姑身侧 这身法 鹰太正欲砍下鱼姑 语慈的如意竟救下了鱼姑 就在大家以为鹰太会中招的时候 鹰太歪着身子躲过了一击 和鱼姑猜想的一样 鹰太果然用的是续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